主要是第二段影片和第一段影片的分別就是 它是一個散步的狀態 怎樣散步的狀態呢? 其實我是想著 那個意境就是你要過一條橋 過一條橋之後呢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忘記的 所以你在過那條橋之前 回望就會唱這首歌 其實就是關心你所愛的人 然後我用片段來表達 在人生裏面每一件事 每一個眼神 每一個緣份經過的 其實都可以是屬於你的 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到最後去到橋的對面 橋的規例我們知道的 就會忘記了所有東西 它仍然有一個憂慶的 如果你 我忘記了所有東西 如果你叫我的名字 說一句話 嗯 那會怎樣呢? 就是這樣 沒有答案的 難搞些 不知道怎樣 改這個名字 因為在題目上不要太沉起 留給大家去解讀吧 就是這樣